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顿时陷入混乱 庞娟明白大势已去 无计可施 于是文景自己 临此的时候 愤愤的说了一句话 遂成庶子之名 这里的庶子是骂人的话 直一过来是身份低贱的未成年人 意义的话大约相当于小建筑 可见庞娟念念不忘的 就是和孙斌的较量 任凭自己费了那么多的心思 耍了那么多的阴谋诡计 终于还是被孙斌翻盘了 自己反而成了帮孙斌扬名四海的垫脚石 让人怎么想得通呢 但我们很容易 生出一个疑问 那棵树的位置就在包围圈的正中心 孙斌下达的指令是见到火光就开始射击 那么在准备充足万奴齐发的情况下 庞娟应该是第一个就被射死的 为什么他还能留下一言自吻而死呢 最有可能的是这段记载很有小说化的嫌疑 细节不尽可信 信或者是不信 各有各的解读路径 如果我们不信的话 就可以采取从小说读社会的方式 想到这样的细节呈现既强化了庞娟的性格 又和前文有了呼应 而且勾勒出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经典模式 同学之间的竞争比自己混得更好的同学 永远是自己心里的刺 越是像战国这种激烈竞争的时代 这类问题就越是普遍而深刻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些细节的话 那么解读的方向就完全不同了 关于庞娟的遗言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保围圈足够大 中心里并不在弩线的有效射程之内 通常来说 弓弩有两种射击方式 一是射抛物线 二是射直线 一群弓弩手 集群射击的时候 通常会射抛物线 仰天四十五度角 并不瞄准确定目标 这样能够射出最大的射程 实施大范围的火力覆盖 而在单兵近战和伏击的时候 通常会射直线 来瞄准确定的目标 勿求一箭命中 在直线射法里 弓箭的极致是所谓百步穿羊 这里的羊不是肥大的羊树叶 而是窄窄的羊柳叶 距离一百步 射中指定的一片柳叶 确实神乎其极 今天我们数一百步 左脚迈出一步算一步 右脚迈出一步又算一步 而在古代 单脚迈出的一步只算一魁 两魁合计才算一步 所以那时候的一百步 相当于今天的两百步 行国以六尺为步 折算下来一百步 大约相当于一百四十一米 用弓箭射中一百四十一米 开外的一片柳叶 就算真有人能做得到 那也一定是百年不遇的物学奇才 事实上百步穿羊的传说呢 出自战国纵横家苏利之口 说楚国神射手养游鸡 不大可以百步穿羊 而且百发百中 这番话呢 虽然给我们贡献了百发百中的这个成语 但纵横家向来夸大其次 不可尽兴 幸好我们还能看到比较可靠的材料 司马迁给自己同时代的名将 非将军李广作传 李广作为天下文明的神剑手 直线射击的有效射程 不是百步 而只有几十步 李广射箭 非要等目标进入几十步之内 自己有充足把握的才射 这种射法 好处是百发百中 坏处是风险太大 所以李广带兵经常陷入险境 几乎脱不了身 就算只是打猎 也被猛兽伤到过 李广用的弓 当然是最强的强弓 直射的有效射程 就是几十步 这个时期的弓 已经达到弓 所能达到的技术巅峰了 最早的弓叫做单体弓 弓备是一根完整的竹材或者木材 要想增加弹射力 基本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弓做得更高 我们看欧洲的古装战争片 那些快要和人等高的长弓 就是典型的单体弓 中国文字里的弓 作为象形字 如果象的是单体弓的形 那就应该写成一个月牙的样子 但之所以 弓字是现在这个样子 甚至在甲骨纹里 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 说明中国很早就发明了复合弓 弓备不是用单一的材料 而是用多种材料搭配在一起 通过一套很复杂的弓艺制造出来 这样一来 弓不必做得很高大 弹射力却比单体弓更强 我们在中国古装片里看到的弓 基本都是复合弓 弓到底能有多强 我们可以借助战国时期的一部技术专著 名叫《考弓记》 这部书后来被收进了儒家经典周理 但它的内容和礼仪无关 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也不大 《考弓记》的最后一篇 讲的就是复合弓的制作工艺 从选材到配料 再到各个制作步骤的工艺要点和工艺标准 讲的清清楚楚 中国历史直到清朝复合弓的制作工艺 都没有在《考弓记》的基础上有什么突破了 白纸杆头 要想更进一步就必须换个花样 于是就有了弩 弩是在复合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给复合弓增加了蓄力和瞄准的部件 所以从理论上说 弩的射程和复合弓是一样的 但不同的是 在给弩拉弦的时候 可以借助腰腿的力量 所以在用复合弓的技术制作弩弓的时候 就可以突破弓力的极限 把弹射力做得更大一些 根据拉弦方式的不同 弩可以分成破章 绝章 腰引三类 射程依次递增 纯靠弓力的就叫破章 手脚并用的叫绝章 手脚并用再加上腰部挂钩发力的 叫腰引 战国时代的弩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威力到底有多强呢 我们还得借助纵横家的说辞 好在这一回的说辞 应该是霸酒不离食了 那是战国后期史记记载 苏勤到韩国游说 在国军面前呢 狠狠夸赞了韩国一番 说天下的强弓尽弩 都是从韩国来的 韩国的西子弩 还有少府制作的 实力巨来二弩 都能射到六百步开板 韩国士兵啊 可以超足而射 连射上百箭 一箭就能把敌人射个对穿 苏勤 既然是当着韩国国军的面 来讲韩国的事 就算有点夸大 到底也不能信口开河 所谓超足而射 说的就是 妖引弩的操作方式 射程如果真的能到六百步 那就差不多是 八百五十米左右了 这个数字 如果可靠的话 那么它只可能是 去仰角射 抛线的极限场景 强弩之末 未必还有多大的杀伤力 因为单兵弩的终极形势 宋朝的神毕宫 也叫神毕弩 直射的有效射程 也不过是二百四十多步 宋朝名将韩世忠 研制出来神毕宫的升级版 取名克敌宫 但本质上还是神毕宫 有效射程 也不过是三百六十步 至于重型弩的代表作 宋朝的床弩 要用八头牛 拉动脚车 有效射程 终于达到了惊人的一千步 比韩国妖银弩的射程 多出四百步 战国时代的弩 今天能够见到的食物很少 但竟然在一座储墓里 发现过一部 可以双剑齐发的连弩 有二十支剑 可以自动装填 这张连弩被复原之后 一方面很让人佩服它 巧夺天工的力学结构 一方面又很让人疑惑 它的射程 为什么只有二十多名 看来为了达到精巧性 射程只能被大大牺牲了 这种连弩 当时也许扮演着 手枪的角色吧 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 秦朝文物 在秦始皇陵兵马永坑里面 出土了相当多的弓弩遗存 弩都属于迫章弩 有效射程在五十步 七十多米 孙兵在马林道上配置的弩 很可能就是 至少绝大部分就是 这种迫章弩 因为万弩巨发的弩 只能是一种常规的制式武器 不会是特种兵的专用武器 当时齐国伏兵配备的弩 就算有绝杖弩和妖银弩 但数量应该都不会多 没射中旁圈 也算情有可原 至于成千上万的 破章弩射不中旁圈 真就只能说明射程不够了 即便如此 孙兵也能赢得绰绰有余了 至于这场仗 接下来还要怎么打 输家和赢家 各自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们下一讲再谈